大家好,我是台中榮总麻醉部的陈佩甫医师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主题是 手术后疼痛处理的病人须知 手术后因为伤口的关系会造成术后的疼痛 而疼痛会造成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不良影响 像是心脏可能会心跳快、血压高、甚至心肌梗舌 而肺脏的部分可能因为你不敢吸气 而有肺塌陷或是发生肺炎 那肠胃因为肠胃蠕动减慢 可能会让你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进而营养不良 最重要的,疼痛会造成你不敢活动 延后你的恢复,进而造成你住院时间延长 但是经过妥善的处理 其实这些疼痛都是可以大幅减轻的 在病人能够自己控制的止痛方式中 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应急膜外止痛 和静脉式止痛两种方式 其中,又以应急膜外止痛有最好的局部止痛效果 也有比较少的全身性副作用 但它有时候需要经过一些调整 才能够达到最佳的止痛效果 当然,如果你有些情况无法使用应急膜外止痛 静脉式止痛也会是一个好选择 而两者相较于传统的止痛方式都有更少的副作用 我们会在手术前麻醉仿式的时候 跟您进行解释 让您做选择 在您进入手术室时,就会帮您进行安装 而手术后,在你疼痛减缓 不需要按这么多次的之后 我们就会帮您进行移除 当然,若您有导尿管 应急膜外的止痛在移除之后 再建议您把导尿管移除 这样会比较妥当 止痛的选择有很多种 其中,能够让病人自己控制的止痛方式 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病人能够随时因自己的疼痛需求进行按压 及时达到止痛的效果 而且每次按压的药物给的剂量比较少 体内的药物浓度就会维持比较稳定 在这个情况下 药物的副作用也会比较小 而且,我们每天都会替您进行把关 包括我们有设定药物的安全性上限 您不会按超过量 第二个,我们每天都会有专人进行访试 去看您使用的情况 来调整您的使用量 第三个,我们也会有线上的监视系统 所以在这样子层层把关之下 您只要放心的按压,绝对可以解除您的疼痛 在我们每天访试的时候 如果您有相关的药物副作用 譬如说搔痒,恶心,呕吐甚至头晕 都可以及时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帮您进行调整 千万不要因为您这些副作用就不敢按压 这样会影响您的止痛效果 忍耐疼痛对您的恢复并不好 会造成您康复的时间延后 所以我们建议 压止痛 多活动 深呼吸 多咳痰 我们一起达到手术后舒适的目标 并且加速您的康复 如有任何疑问 请恰询照顾您的护理师 或者是找麻醉科疼痛处理小组 谢谢大家